还有公共运输两大类场所仍需佩戴口罩 疫情指挥中心后续三大工作的重点 第一步就是调整确诊隔离制度 最快在三月施行确诊者林家恩的新制 那么第二步会修正确诊的通报定义 最后才是调降新冠肺炎为第四类传染病 专家建议新冠致死率已经降至千分之一 比照流感 应该直接把新冠肺炎降为第四类传染病